現在做這個髮型是很簡單的,可以用一些隨時裝備 平時上班很快就可以出門 首先把模特兒的部分在中間分界 現在我把它改一改,不用經常那麼悶,中間分界,清湯掛念 我們可以把部分斜斜地,用尖尾梳分去過去 因為用普通梳是做不到這個效果的 如果用尖尾梳,就可以改變了它 首先不要理會它 因為平時頭髮都會有些髮型 最好我們會吹乾後,如果想很快做到好的效果 我們就會加一點髮型油 再加一點髮型油 髮型油的好處是可以令頭髮很乾 塗完後,它就會變得很亮,將髮型的髮型 就會沒有了 可以省時間 讓一些冷的人,不想吹頭的人,這個效果就會快很多 然後如果想有少許變化,或者不想太過單調 我們可以輕輕紮一點 在兩邊拿少許頭髮出來 現在這個方法很方便 可以將它有少許改變 扎起來就會有少許改變 令到平時上班時不會那麼悶 只要我們把頭髮移動 保持它 先用一隻夾,固定它 固定它之後,我們就會打圈 將頭髮,但要記住一隻手,捉住一個位置 吃了一個力點下去 一邊打圈 我們就下個平時 再繼續一邊打圈 又拿個平時 再打圈 去到最後 我們可以將頭髮輕輕拿少許出來 因為有時候頭髮走出來 其實不重要 因為現在不用到很滑,很明顯 我們有少許很自然 好像自己很簡單 做得出來,很自然 就行 到最後,我們會用少許空間 用少許空間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摘頭 摘了之後,有少許毛毛走出來 再加少許空間 令毛毛順 但不要太大力 就是這樣 我們輕輕 用手指輕輕在面上 噴少許 因為很多時候習慣了 噴得很緊 很緊 整個頭就很硬 但我們只要輕輕鬆一點 由頭頂和旁邊那些 都很自然 這樣少許就可以了 不要納得很緊 因為我們不是要很緊 那些邊 我們是一些很自然的頭 我可以做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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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